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可力呼 今天我们来开箱新上市的AXIOMA Pro MX功率大版 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新产品 也来分享一下我对各类型功率器的看法 讨论一下我们一般人有没有需要功率器 其实这几年来功率器已经变得蛮普及的了 很多休闲期的车友也是变得很习惯的在看着功率数据 因为Swift、Ruby还有Strava的普及 功率数据已经是变成很日常的参考数据了 是吧 那这个就是新上市的AXIOMA Pro MX功率踏板 很可能是目前市面上这类SPD踏板功率器中有最棒的 不过这个应该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市面上别的跟这个类似的产品 都是蛮久以前出的 有点年纪了 那这个新的功率踏板是一个 Shimano SPD规格的踏板 就是说是搭配这种两个锁孔的卡鞋使用的踏板 市面上大部分的功率器踏板 都是搭配公路车卡鞋的 这种搭配登山车卡鞋的功率踏板之前是出的比较少 可能是登山车本来就是比较少在看功率数据的 以我们公路车来说 不管是平地还是爬坡 在某一段时间之内都是保持着大约一致的出力 公路车比较像是一种endurance sport 耐力型的运动 而传统上真正在骑登山车的车友 它在操控技巧上面的比例 是比公路车高很多的 踩它的功率本身就是瞬间很高瞬间很低 有的时候快的反而是功率低 但是有技巧的车友 所以传统上呢 比较少看到登山车的车友在装功率器 不过这几年这种SPD功率踏板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 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GRAVO Bike的流行 GRAVO活动其实是比较像公路车超过像登山车 都是直直的一条路骑圆圆 不管是参加GRAVO车的活动 还是骑GRAVO车来bikepacking 都是一种耐力型的运动 所以就越来越多人想要这种SPD型的功率器踏板了 新出的这个ASIOMA PRO MX在造型上是超过我预期的好看 跟他们家公路车的踏板很不一样 原本以为旁边会有一个那种POD 但是它就是一个正常SPD踏板的样子 简洁倒还有点出乎意料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简洁的蛮好看的 根据这个透视图 这个踏板所有的电子零件都是全部藏在这个轴的部分 它这个外观真的是做得很漂亮 第一眼看到就是感觉很喜欢 我们把这个踏板跟其他的SPD踏板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 最右边的是一般正常的SHIMANO SPT踏板 中间这个是新的ASIOMA MX功率踏板 最左边是GAMI RALLY功率踏板 你看这个ASIOMA功率踏板几乎是看起来跟一般的踏板一样 厚度上面也是几乎跟一般正常的踏板是一样 是不是蛮厉害的 如果拿来跟GAMI RALLY功率踏板相比 就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个ASIOMA是明显有比较小 厚度其实也是差蛮多的 GAMI RALLY当初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就立刻有感觉到它比一般的踏板大 这次看到这个ASIOMA 则是很惊讶它可以做得那么小 重量上面这个新ASIOMA也是稍微比较轻一些 一边是轻了大约30公克 两边就轻了大约60公克 那ASIOMA可以做这么小 应该是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这个ASIOMA比GAMI还要年轻了三岁 这种电子产品总不会是越做越大 是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电池容量还有设计 GAMI是有装那个扭扣电池的 号称续航力120小时 而这个ASIOMA是设计成用充电的 可以把电池长得比较小 而且续航力也只有设计到可以用60小时 我猜这个就是它能够做比较小的主要原因 那续航60小时很认真骑的话 是一个月充一次电 一般人呢大概是两个月充一次 不过我觉得这个踏板小一点 真的是看起来顺眼多了 重量拿来跟一般的踏板比较的话 一般的SHIMANO SPD踏板是188公克 这个比一般踏板还重了4公克 两边一起就是重了8公克 那说到功率器的准确度 ASIOMA踏板这几年在江湖上确实是有一席之地的 这几年来大部分YouTube上面对功率器测试的影片 大多都是用ASIOMA来当作比较的标准 基本上公认它们家的功率器是市面上最准的功率器 那我本身不算是什么功率专家 不过根据我的观察 这个新ASIOMA跟WAHU 还有ASIOMA功率踏板之间互相比较 它们之间的数据是几乎相同 误差都是在1%之内 那根据ASIOMA工程师的说法 它们家功率器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即时计算踏板的角度跟速度 Instant Angular Velocity 算是ASIOMA家的特技 所以多年来一直都被认为是最准的功率器 那是不是最准呢 我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但是应该是蛮准的 因为它在数据上面 我看起来就是跟别的功率器是一样的 那实际的使用上面是很OK的 而且经过我一段的时间观察 它显示的这个图形看起来都是蛮正常的 没有突然之间扫掉一秒钟那种断层的现象 那以一个踏板本身来说 这个踏板在功能上面也是没什么毛病 SANKA跟TOKA都是跟SHIMANO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那我个人对这个功率器的稳定程度算是蛮有信心的 它用了两个月之后外观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些刮痕 但是大致上看起来还信心的 至于车友们需不需要功率器这种装备 我觉得大致是看你对骑车这个活动有多认真 你如果是对训练还有进步是有很多自我要求的话 那这个功率器可以给你训练数据 让你有更好的安排训练菜单 分析你的比赛还有检验进步等等的 对这种车友来说功率器是需要的 不过对我们一般休闲骑的车友来说呢 其实比较像是想要不是需要 不过我觉得想要的程度是越来越普及的 像我很久之前就有各种功率器 但是其实很少在用 不过这几年却开始想在马表上面可以看到功率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我们开始很习惯起智能训练台 你看那个Swift跟Luvia这些App都是有显示功率的 而且在游戏里面我们都是习惯看功率 超过习惯看速度是吧 就是Swift跟Luvia这些游戏有让我们开始习惯看功率的 而当我们越来越习惯看到这个功率数据的时候 就会开始也想要在马表上面也有功率了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功率器大致有三种 这种踏板型的功率器通常是最贵的 相比起来像是大盘型的功率器 或者是驱柄型的功率器都比较便宜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你可能没有想过 就是你可以在大盘功率器 或者是驱柄功率器的车上装任何你想要的踏板 你如果只有一台车而且打算骑很久的话 其实大盘功率或者是驱柄功率器会是很好的选择 不过你如果有两台车甚至更多的自行车 那这种踏板型的就很有吸引力了 可以任意从一台车上换到另外一台车上 你的自行车越多台 分担下来这个功率器踏板对你来说就越划算 只要五分钟就可以拆装完成了 好啦这就是AXIOMA新功率器的体验 我是蛮喜欢的 尤其是它这个外观跟大小啊 都几乎已经做得跟正常的踏板一样了 可以说是SPD爱好者的福音 像这种SPD型的哦 你要装公路车也可以 GRAVO车也可以 登山车也OK 甚至折叠车也是可以用 它确实是有很可爱的地方 好啦大概就是这样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麻烦按个赞来帮助一下频道 还没订阅的朋友也这次来加个订阅吧 拜拜